大家好,欢迎收看阿妙露露剧,今天给大家露露,长哥行 为什么说长哥营救罗伊,根本就是个死局 一城公主之所以帮长哥谋划,是因为早就看穿了 阿笋对长哥的心,他想利用这一点为儿子设尔,彻底击垮阿笋,扳倒殷尸 获得草原未来的统治权,以图复国,阿笋对大可汗的作用 以及他们的父子情,一城比谁都清楚 所以要实现彻底分裂目的,必须同时做到两点 第一介络阿笋和长哥的关系,让大可汗知道,为水之萌的冷剑是英式的人设的 说的严重点,阿笋其心可诛,在不济也可以治他 管理事则,一无战机之罪,第二设计害死阿笋养母阿依儿,彻底割断阿笋 在阿什勒布的牵制,即便大可汗对阿笋手下留情 阿笋自己也不会再想,对阿什勒布效命了 可以说一切都在一城公主找物之中 他先是让锦瑟夫人羞辱他,制造营救罗伊将军的理由 并成功获得长哥同情,放下戒心 再安排阿依儿配合长哥,送罗伊将军出营 阿依儿会殷实,为书检查得非常仔细 这必定也是一城授意,就连为长哥准备的马 都是一城从小养到大的,否则不可能 突然思民,暴露行踪 他知道长哥带着罗伊,根本跑不远 阿笋也不可能弃长哥于不顾 势必会带着殷实前来营救 只要阿依儿一死,阿笋崩溃到被可敦和瑟尔瞎杀手 那他就有理由当场诛杀阿笋 这样算无一策 毫无破绽的局,月水也都很难破解的 好了,本期的阿喵露露剧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